约瑟夫,你别躲在里面不出声 我知道你在家 你有本事抢男人 你有本事偷钥匙 怎么没本事开门啊 开门 哎哟,这个咋办啊 肖哥老师,你咋啦 长飞则了养的男生 怎么上串下跳的 跟是窜天后一样 哇,莱塔,刚打电话给我 说里奥准备交钥匙 给拆先办的时候 发现我们学校钥匙都不见了 哦 你们的反应怎么那么冷淡啊 钥匙没了,再配不就行了 话机忽料的干喊 怎么能不着急 你们知不知道 哪份核章写着的 除了同意拆先学校 收取拆先费 还有一个要求就是 学校的所有物品 归属权 都属于拆先方 少一件物品 就得拿我们再职老师 签订卖生气啊 你说什么 这也就是为什么前几天 蜘蛛老师搞到三种别的原因 没错,因为那个卖生气 是根据丢失物品的价值 决定你要卖苦力多少年 一把钥匙也不贵吧 是啊,但是你知道 我们有多少把钥匙吗 多,多少吧 两百六十四吧 这也太过分了吧 你们怎么愿意 答应这种无理的要求 因为给他们卖苦力 一个月工资五万起步啊 你们全部老师 被拉进洗脑传销了 你财金传销了 那你们哪来的一个月五万啊 你可真会数心疯 数心疯? 数啥心疯? 这要得不得啊 去,尿,币啊 所以,你们就是冲着钱 财金的合同嘛 怎么说话的你 钱不钱的,那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喜欢卖苦力啊 滚才虚拟啊 等会,话题怎么被你们扯远了 我是来问你们 你们知不知道要是下落 怎么,听球高老师你这意思 认为是我们偷的呗 我不是,我没有 你可别乱说啊 你们还是赶紧交出来吧 九张,你肯定是在怀疑我们的灵魂蛋 球高老师,我们正没偷什么钥匙 别说偷了 我们连剑都没有剑过 那是谁偷的 我们的钥匙全部都放在办公室里 除了老师和学生 还那种万人情绪不成 等等,球高老师 你说钥匙放在哪里 办公室啊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是怎么知道 你在背后 偷偷说他算老师放屁的事情吗 知道啊 你们这群兔崽子 不会偷撞了监控吗 我们可以去看监控 约瑟夫,你别躲在里面不出声 我知道你在家 你有本事偷钥匙 怎么没本事开门啊 开门 听音乐 噢 我 绝对 对 额 蛋